彰化園林是有民眾 將家裡頭給小朋友的玩具堆放到了公園裡 算一算這個數量超過了20台 包括了滑板車、腳踏車甚至連電動車都有 更是當地民眾說 這麼做是為了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但是這東西經過了風吹日曬 再加上反反復的使用難免有破損情況發生 像是電動車的電線電池都已經外露了 也被質疑說要是造成小朋友受傷 到底誰要來負責 玩具車、腳踏車還有滑板車、學步車 甚至到超荒的電動車一次排開通通都有 但這裡可不是什麼玩具車賣場 而是一般的公園 想玩什麼騎什麼 所以小朋友喜好任意挑選 只是除了這一排柵欄外還有這一堆 外彰化園林是高架橋上的這處公園 除了原本的溜滑梯、搖搖馬 最近多了大量的小朋友玩具車 水屬數量超過20台 一問之下才知道 這些全是附近民眾捲出來的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分享固然是好 但這好意當中可是暗藏隱憂 開放式的公園玩具經過風吹日曬 再加上反覆使用有破損疑慮 像是這台電動車電線電池外漏 要是造成小朋友受傷責任 算誰的 狀況會比較不好一點吧 會不會擔心小朋友玩一玩就碰到 割到的 多少啦 大人會要幫他看一下 相關的設施有一些損壞 那施工所另外會派員去做一個清理 儘管有社區或里民定期巡視維修 但畢竟是公眾空間 施工所還是呼籲 別再把玩具往公園放 避免真的發生意外危險 求償無門 記得按摩真話 訪問到